咱们打开第十二场正式开跑 出闸以后呢 在前面墙领放的马匹呢 非常的多 首先中间杀出来的就是太平天使了 内侧的位置就是卡萨布 中间夹住的是海德公园 外侧的位置呢 就包括赤宝精彩 还有秘密武器 以及暴飞龙 那在他身后内侧是旧旅啊 就是这个罗马大道了 在后面呢 还是林家冰封 内侧的位置则有复制人 远远落后的就是塞福定的坐骑 越门之幸 已经被整个马区给抛离了 那现在在进入最后弯角阶段了 在前面呢 这个海德公园走势还不错的 内侧的位置就是卡萨布了 那外侧的位置则有太平天使 这个海德公园啊 在前面呢 是一马当先的 中间杀上来的就包括了有 罗马大道 外侧的位置呢 则有秘密武器啊 在前面卡萨布不放弃啊 重新回一口气再上来 外侧的位置现在四五匹马在追他 包括林家冰封 林家冰封追卡萨布 林家冰封非常的接近 哦 要看一下重点图片了 卡萨布跟林家冰封 后面上来的也很接近 包括了太平天使 秘密武器 罗马大道 约文之星 还有复制人 海德公园 这个赤宝精彩 走势一般 哇 看电眼啊 我是不敢跟你现在说啊 很接近 看电眼看电眼 哦 11号爆冷啊 追到了 55块啊 林家冰封 幸好刚才也没有说死这匹马 我们只是说他第五级赢完 在第四级都好像还有的 又一位见习生做到了 今天只有两位见习生可以赢马 卡萨布已经很不容易 本来我看他已经是完全没机会了 后来还可以回回去再来 所以亏的是嫌弯弄啊 搞到一般的人骑啊 那个时候就已经放弃 自我放弃了 然后本来都已经看他摆脱了 结果后面再杀上这一匹林家冰封 哇